这一些顶尖的菩萨拉 在家出家他们的妙得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器物扬善 盖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个灾难不但推迟可以化解掉 这个我们相信 为什么 一切法从心相似 我们的心相不善 都来的灾难 我们的心相变善 灾难就没有了 这极乐世界怎么来的 极乐世界的人 人人心都是纯净纯善 是这么来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人心是不善的 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所以很麻烦 那么这几次灾难预言 都没有兑现 大家对这个灾难 疏忽了 认为是假的 那是骗人的 造物没有关系 没有报应 存这个念头就坏了 存这个念头就麻烦了 这是与性的完全相违背 所以我们一定 要修建徒 要庄业妙徒 心形一如 我们要干这个事情 得不今天多度 今天文字也好 字字都是佛说的 下楼汇集这个文字 没有改动一个字 这是他终于汇集 不敢改动一个字 只是将这个重新组 没有改动 所以这一部经 字字都是真经 释迦牟汇集这个文字会说的 那祝杰 华宁苏老去世 他引用了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诸数 来祝杰这部经 也是 巨巨都有来处 正知正见 这个本子太难得了 我们上一辈的人 很多都没见到过 为什么 这个本子 金本子出来 是二战之后 那个时候分量很少 也不过中国这么大 也不过就是两三千本 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黄宁苏老去世的 这个注册 是在八零年代 才出来 八四年 我在美国 他也在美国 我们认识在美国碰到的 那时拿出来是粗稿 还没有定稿 是用油印 油印现在人都不懂了 那个时候用油印 油印 大概顶多只能印一百一百套 他带了一套到美国 送购 我也是在同一年 八四年 到北京去看他 第一次到北京 认识了赵破老 那次跟我去的二十多个人 我们在香港驻传 回大陆 破老 有八十多岁了 那么通常见课 他是半个小时 那我们的我们老乡啊 谈得很透明 那一天他给我谈了四个半小时 晚上留我们吃饭 开了三桌 那是非常难得了 所以这个经 要熟度 这个诸解 要多看 这就是庄业 净土 庄业妙土 一项专制 就是我们今天讲 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就这个意思 妙土呢 精美绝论 不可思议 这个图 我们如果到极乐世界 才恍然 大陆 出乎我们想象之外 我们想象不到 庄 功敬 有功敬的意思 有正的意思 有身 装饰的意思 严是尊 有尊 尊严 有严俗的意思 也有庄严的意思 可见 庄严这两个字 可以 素于结尾 以尊重 恭敬 正俗 等等 善为 二庄四肢 这是以世俗 语言来解释 那么用佛法呢 金 大师 妙德 这个大师 是这些修行的菩萨了 出家的 文书 菩萨 米勒 这是经上有的 观音实质 这是出家人 还有在家的 等级菩萨 他们的地位 跟观音实质 文书菩萨 是同一个等级的 有十六位 十六正四 在家臣正四 这一些 顶尖的菩萨了 在家出家 他们的 妙德 这是能庄业 那么极乐世界 是所庄业 阿 妙德 是所庄业 一万的荣臣 妙德 是为庄业 妙德 阿 阿 妮德 佛 阿 妮德 佛 好